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连续创业者 天使投资人 然后目前致力于研究去中心化市场的经济学规律 在2019年入行 做过公链分布式存储 DAPP DeFi 稳定币 元宇宙 然后目前经营数字英镑稳定币 在英国持有合规牌照 同时为元宇宙运用开发Web3的基础设施 当我们讨论这一集的主题的时候 可能是本播客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主题 我们的这一集是没有目标的瞎扯蛋 不做任何宣发 没有推特 没有网站 在我们盛情邀请之下 SIN有留一个Gmail邮箱 也是他注册各个网站的邮箱 因为你听完之后 或许会有好多希望跟他联系的可能性 有三个要点 首先是了解SIN 何许人也 然后Web3的三条线索 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SIN 从他连续创业的经验当中 给到我们想要入行 还有希望能够持续学习的听友们建议 好 SIN 在跟Kiki沟通的时候 我就定了一个今天分享的标题 我管他叫cheap truth cheap truth from fool 就是傻瓜带来的廉价的真理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播客本来的目的 因为播客作为一种宣发手段 或者这么说 播客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手段 它的信息率还比较低的 这是因为我们大脑决定的 我们大脑通过听诀来接收信息 还是蛮慢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回到这个播客的本质 我们就没有目标的聊一聊 然后就挺好 那我选了一个标题叫廉价真理 其实廉价真理是90年代 布鲁斯斯特林出版的一本 赛博朋克的刊物 就早期的赛博朋克的作者 基本上都在廉价真理上写过东西 我觉得今天web3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 fancy的idea 甚至于我认为我们也不需要美女 我们需要的是廉价的真理 所以我定了这个标题 我想今天我们就 我可能会稍微聊一段 就是你难免会聊到我自己 会聊到我的项目 但是我们都还是拿一件事情作为案例和折射 去看整个web3怎么发展的 我们我个人并没有任何想要做宣发的这种目标 或者想法 可能就是这样 是我们盛情邀请的 对 然后不用付费不见得都是cheap 是invaluable 到后来不可估价 对 就是 其实 其实原来布鲁斯斯特林在写这个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90年代赛博恒克 然后他有几句话 我非常喜欢 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行动起来 然后站起来 在桌子上跳舞 然后至于钱什么的不重要 我们就是因为喜欢这件事 大家一起来玩 如果其中有钱 我们就搞钱 我觉得这个态度对于web3来说 其实特别特别棒 就是有很多web3从业者也都是这样的 首先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乐趣 然后也有很多人获得了财富 那我觉得就非常开心 非常好 我也是 OK OK 简单讲讲我自己 我算是连续创业者 我2014年开始创业的 这个在创业之前呢 在国企做过14年 这个在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是奥运那张网的 里面三级 三级移动通信网络 技术负责的人 我拿过 拿过北京市的科技木耳能奖 然后拿过一个 就是奥租委 发过一个杰出贡献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不过那个东西 其实得的人还蛮多的 没有什么 我自己很喜欢那个东西 但是其实得的人还蛮多的 不是很珍贵的东西 不容易得好吧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我付出的努力很多 然后我确实觉得当时很不容易 我们做的事情也很难 不管一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 我看重的是我自己的付出 还有我自己内心 对于自己内心的认可 OK 我大概是这样 在国体做了十几年 后来觉得没啥意思 就是这个狂妄过头就创业了 我现在是我的第三家公司 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 那我 第一家公司 我是做在线教育的 后面我短暂的做过创业者社群 和创业孵化器 我的第二家公司是天使投资人的俱乐部 就是 其实主要干的工作是 教大家如何做天使投资 就是把美元基金看项目的方法论 然后降为到一个 中国的企业主和投资人 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个非常 或者说更适用于天使投资阶段的 一个非常简化的方法论 这是当时我主要干的事情 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做天使投资人俱乐部 做的其实还不错 做的还不错 然后在那个时候 就遇到一个小问题 就是 我太太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车祸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停掉了 然后在家照顾我太太 大概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到一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我就重新 重新出来开始找方向 就是怎么开始琢磨做区块链这事呢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还在家照顾我太太 每天这个 每天忙的昏天黑地 这时候有一个 我以前的投资人学员 从深圳来 从深圳来 然后他们之前是做 是做微商的 做直销的 然后从深圳来找我 就是因为那时候 他们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投资人 虽然已经不看项目了 这个就来找我说 我们想做共享纸巾 拿出一个餐巾纸来 我们想做共享餐巾纸 在餐巾纸上 印二维码做广告 那个时候 共享经济还很流行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想法完全不靠谱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算一算这个 纸巾的投放成本 然后转化率 然后呢 由这个纸巾能够得到的 这个广告的这个转化率 就是你之所以想做这件事 是因为你觉得 共享纸巾作为一种货客手段 它比共享单车 比其他的共享东西都便宜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很有可能这一系列的共享逻辑 都是错的 那你做了一个便宜的共享纸巾 不会改变它本质的命运 然后这个投资人 这个企业主也很open 他说那你觉得应该做什么 我说感觉应该可以发个币 然后我就大概给他讲了一遍 我说你看现在发币是怎么发的 然后这个应该怎么搞 他听完之后说 这个很有意思 我琢磨琢磨 他就回去了 然后后来到了18年的4月份的时候 18年的4月份 那个时候我太太已经可以坐起来了 就是已经可以坐起来 自己坐着小轮椅在家里来回走了 我就稍微轻松一点 然后我就想出来再找其他机会 然后我就想起了一个企业主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这个发币的情况进展的 你后来在做什么呢 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一起合作机会啊 然后这个企业主说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这个我们币已经发完了 然后这个我们割韭菜收割了2.5个亿 然后现在收手不干了 割韭菜啊这么质牌啊 他们在深圳嘛 你知道深圳的微商还有资金盘都是非常凶狠的 当时就给我shock到 就给我震惊到 然后我出去问了一圈 发现我原来做创业者社群的一些90后的小伙伴 然后都发币挣了大钱 这个就就对我产生了 你知道就产生了很大这种价值观的冲击 哇 这个2018年大家都在大发币 在ICU之后啊 17年是ICU对啊 这个ICU的风潮恰好就是在那个 恰好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我那个学员过来找 我那个企业主过来找我的时候 然后到18年的1月份 准确的说是春节前截止的 春节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跑到三线城市 去忽悠这个大爷大妈 但是春节之后 这个这一波就迅速的结束了 所以当时我坦率说 我当时蛮震惊的 就是因为我其实接触比特币的话 我最早接触比特币是2015年 2015年 那我作为一个投资人呢 准确的说我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投资人 我把比特币的这个白皮书看了一遍 看一看 公司要加密 这不是什么新技术 哈希算法 散链嘛 这也不是新技术 然后这种链表 这个很传统的数据结构 然后用哈希制作完整性保护 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 我们在通信领域早就用了 从90年代就用 看了看觉得 UTXO 这个东西看不懂 到底是什么意思 整个看完之后 当时我就判断说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这个就 所以你知道就错过了哈 整整错过了一波牛市嘛 就错过了哈 然后我就 18年的时候我就很受震撼 就是发现他跟15年 你了解的比特币相比 现在的这个以太坊生态 已经很 已经发展得很不一般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从技术的层面 去看这个比特币是吧 那听起来 对对对 所以我在 我们在讨论guideline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条嘛 我说这个傻瓜进不了web3 就是 这个 你既有的认知 这种认知障 对于你还是影响蛮重的 影响蛮重的 而且你知道就是 我其实是一个 我其实是一个蛮重观念和认知的人 就是我每进入一个领域 都想把它搞明白 就是还原到本质 把最基本的这个交易结构 还有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动力 搞明白 那会不会成为障碍了现在 因为我有类似的毛病 这显然是挣快钱的障碍 就是像我像我这种人 我就只能走long run 我走不了挣快钱那种路 因为你你还没看懂了 人家钱已经挣完了 学到了 所以傻瓜进不了web3 对对就是这种 带有认知障的人 进web3蛮难的 我们现在也服务于 也有一些传统的 大厂的产品经理 然后也有一些这种 大厂的互联网公司 想要转web3 那我感觉他们 就是就像圣经上说 这个富人进天堂 就比骆驼进针眼还难 就这帮人我觉得是不太行 他们的认知障太重了 认知障太重了 我的确是有这样的对话 跟很多现在一线的这些技术公司 对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篇那个文章嘛 是一个创业者出来的 从大厂出来的 他出来说web3的用户体验太差了 我们要用web2的用户体验重塑web3 然后听起来就觉得 你就会觉得这个 充满了傲慢与无知 就是你知道三体说过吗 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与无知才是 你类比一下 就是像互联网出来的时候 如果一个创业者说 这个互联网相对于电视的体验 实在是太差了 我们要用做电视的体验来做互联网 这个逻辑你不能说他错 就像今天我们刷抖音 也像刷电视一样 就是打开抖音傻笑 关掉抖音睡觉 就跟我们过去看电视 没有任何区别 但事实上 你早期的互联网 如果你用做电视的思路 来做早期的互联网 那百分之百你是挂掉的 百分之百你是挂掉的 没有任何机会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真的如果不破除认知障 真的不太有机会 真的不太有机会 所以我是2018年开始 研究区块链这件事 那因为我自己做投资人出身 我还是很想把这个区块链的 商业规律琢磨明白 那个时候开始就 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经济学 和金融学的基础还蛮弱的 就开始恶补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研究区块链 2018年的年底 我遇到了我们现在的合伙人 当时他们自己有一家公司 然后都很年轻 都是90后 都是90后很年轻 然后有一天他们过来找我 然后我们吃了个饭 然后两个创始人跟我说 说感觉有你在 我们的沟通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很多 你能不能过来当我们的CEO 我们把大股东让给你 然后我就还蛮震惊的 我说你要知道哥们既不懂 就是我虽然以前是做技术的 但我是网络工程师 这跟软件工程师 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 就是网络工程师 跟马农 跟programmer还是差距蛮大的 隔行如隔山 然后我跟他说 你看我既不懂coder 不懂不懂写代码 然后其实我也不懂区块链 他们说没关系 大家一起来搞呗 然后你想 因为我三次创业 跨度都蛮大的 做的都是自己不懂的事情 这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就是引以为戒 但是我第一次 做在心教育的时候 其实我不懂教育 然后后来 我做天然投资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懂投资 就是都是骗人的 这个大家都觉得我很懂 其实真的不懂 就想弄懂的过程之中 把问一也创出来了 是吧这样 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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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也是这样吗 我刚有点好奇 他们刚提到说 经过有你参与 他们的沟通效率提高很多 他们有在详细的说 是什么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的两个联合创始人 都是技术型的人才 就是他们在技术上 会钻得非常深 你会发现他们的 他们的思考方式 跟我的思考方式不一样 这两位小伙伴都是 如果我们用算法来打个比方 他们都是深度优先的 会沿着一个方向 不断的扎下去 而我个人习惯是广度优先的 就是我会先看 我会先看全局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这种树的便利一样 我会先把第一层的节点 都变利一变 然后再向下扎 三号有些只是 只是很传统的沟通 和时间管理 还有目标管理的小技巧 沟通时间管理 目标管理小技巧 但确实 如果你是技术出身的创业者 没有做过管理层的话 你可能没有有意识的训练过自己这方面的技能 我们后面讲给同学的建议的时候 也可以聊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如何训练自己的技能 我想这些技能面 是不是有一些隐性的面 就生活的阅历 怎么去看综合的连同这个时事 然后还有过去产业的经历 通通都在这个广度当中 无形的embedded 视角会不一样 我看一件事情 因为我创业这几年嘛 就算原来不是商人 现在也是商人了 我看一件事情会清楚的算成钱 就这个事我大概能赚多少钱 我要花多少钱 心里一盘算 好像是有的赚 那咱们干呗 哪怕是对于web3 其实我也我觉得也是这样 感觉我们好像能融到多少钱 然后我们做探索 就是感觉我们可能能融到多少钱 假设suppose 比方说我们能融到300万美元吧 就是我们 或者哪怕再少一点 100万美元 你的种子轮嘛 然后你算一算 我们的团队 每测试一个方向 可能要花个 比如说10万美元左右 那你掐指一算 我们有10次试错机会 在我看来商人就是这样 就是就像上赌场一样 我手里的筹码能赌10轮 然后我就这样一轮一轮的去赌下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 不断的培养自己的认知 然后积攒团队的能力 就是一个piver的过程嘛 就是这样一个 你的第二次创业 这个投资人俱乐部 其实就很派上用场了 在这里 是的 是的 就当时确实是第一次创业嘛 就像初恋一样 然后什么都不懂 就一头扎进来 那其实蛮蠢的 在线教育 蛮蠢的 就是后来我把公司关掉的时候 我所有的员工都离我而去 大家觉得老板是傻逼 这个实在是不太行 你现在还跟他们联络吗 没有脸面去见他们 好吧 在线教育我以前也是过 所以也有很多同感 嗯 对 所以第二个天使投资人俱乐部 然后现在是正港的web3的 这个创业者了 对 而且还是被邀请入局的创业者 好 感谢 感谢 我们 我们算是2019年正式入行 做这事的 那到目前为止 经历了两次熊市 一次牛市 嗯 嗯 我们做过东西还蛮多的 最开始我们做分布存储 嗯 我们由于我们团队的背景 我们一直想做应用 就是一直想做破圈这件事 嗯 一直想做破圈这件事 嗯 一开始我们在 Filecoin分布存储的这个 这个基础上做 呃 网盘 还有做呃 PCDN 就是peer to peer的 呃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嗯 内容宣传网络 这两个都 不容易 啊 呃 那我们 我们 而且当时就是 对我们 我们也采访过 景斌嘛 就是 对他也是从发较矿运入局的 是呃 现在在新加坡了 对 投资金 火币的投资经理 对 啊 前一集有提到 哎 是的 是的 就是 就是 协议实验室对中国生态 其实还挺傲慢的 呃 而且另外就是 协议实验室的 研发的这个进度 进度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就拖死了很多 早期做IPFS和分布存储的这种创业者 是吗 我们当时 傲慢 哦 呃 也不能说傲慢吧 他 协议实验室对于中国矿工心存警惕 就这帮人实在是太凶狠了 一旦来了好的事情也能给你绞成这个 啊 就是 也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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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中国矿工的 中国矿工的能力是很强的 啊 我国资金盘和矿工能力都极强 这个 这个不一定是坏事 这个不一定是坏事 嗯 啊 任何事情存在就有它的道理 只不过是 呃 把它引向什么方向 OK 我们一开始做的分布存储 后来这个 呃 后来这个 我们 我们转的比较晚 我们在2019年的 呃 年底的时候 开始转到DeFi这个方向来 嗯 做了一些DeFi的应用 呃 跑的 当时跑的 当时Volume跑的还可以 但是 后面都 呃 你知道就是 后面都很难 也就是 在小 在小的这种 在小的工链上做DeFi 如果你的 你的命运是跟工链息息相关的 嗯 如果这条链没有做的特别好的话 你的这个DeFi的这种 生态就始终是不温不火 或者有的 有些就凉 就凉凉了 那大概就是 那会不会小者很小 大者很大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商业有马太效应 啊 商业有马太效应 真的是这个 呃 真的 我感觉对于区块链 呃 对于Web3来说 很可能也存在马太效应 呃 当然 它的马太跟Web2还不太一样 我们待会可以会讲到 好 OK 然后 所以我们从 然后我们从2021年的时候 这是我们2020年的转型做DeFi 到了2021年我们又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型 嗯 就是你看我们不断在Pever试错嘛 是 我们就开始决定只接海外客户 就是我们不在不在中国境内做任何生意 呃 接海外客户的意思是 就是我们只在 我们只面对 我们只面对海外的客群 然后只做海外的2B和2C的生意 OK 呃 呃 其实我们这个转型也也不算早了 但是我们 对当时对于我们来说还蛮 还蛮难的 呃 那个时候2021年我们开始做这个 呃 我们开始去张罗着做这个数字英镑的稳定币 那现在我们在英国有一张合规的牌照 有一张e-money的合规牌照 然后做这个 做这个数字英镑的稳定币 就是技术上来说并不复杂 就是客户把一个把一个英镑存到我们的合作银行里 我们这边帮给客户住出一个数字英镑来 啊 然后住币的手续费我们也不高也很低 这个呃 跟USDT还有跟应该说我们跟USDC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那因为呃 就是KT您也知道吧 英国人非常非常非常慢 就这个事 对我们开发完这个项目开发完一年了 嗯 这个才拿到牌照上线 所以现在也在刚刚起步的这样一个阶段 啊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做起来我感觉 嗯 稳定币还是有机会的 稳定币还是有机会的 就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这个美国 美国把这个Tornado干掉之后 嗯 你现在看 我觉得下一个 就是大家磨刀祸祸 下一个想干的就是USDT 就是Tether 如果Tether被干掉 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 那会给合规稳定币流出巨大的空间来 就合规稳定币 其实它背后的竞争对手是CBDC 是央行数字货币 但其实央行数字货币没什么可怕的 尤其是在欧洲 欧洲人这么慢 这个 嗯 美元稳定币 我觉得也 美元的CBDC也不会有那么快 嗯 因为因为美元是这样 实际上已经是全球货币了 它没有什么自己革自己命的动力 它的基础是已经发展的不错了 从它转换到CBDC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动力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 会给稳定币留下一定的空间 会给稳定币留下一定空间 所以我觉得 合规稳定币麻烦的事情就是在 跟金融监管的这种沟通 还要处理合规上非常重 然后非常慢 但是它是有价值的 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虽然技术上来说非常的 也不能说非常嘛 就是技术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技术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不过有合规牌照 这个倒蛮有趣的 在英国持有合规牌照 然后可以在市场使用你们的稳定币 是吧 在英国 然后从2022年开始 就是今年开始 准确的说因为我们想的什么 我们想其实是给稳定币找应用场景 就我当时我当时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当然不一定对 我的很多想法都不一定对 都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们也不造成投资建议 所以我们都是去分享 对 当时我看了一些这种比较 就是大家都在谈 都在谈这个去中心化社交 decentralized social 后来又因为这个Glennville 然后Vitalik 还有那个 对不起 就是很难读的印度女士 她是Flashboard的这种战略研究员 他们三个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 DSOC 就把这个DSOC这个事情 很明确提出来了 就是SBT 就是魂症那篇论文 Soulbound Token 是 灵魂绑定代币 我们有一集是这样称呼它 对对对 灵魂绑定通证 或者说叫灵魂绑定代币 这个好长好长 这个太拗口了 就其实 首先你管它叫通证就不对 因为最开始 孟严老师把Token翻译成通证的时候 通代表的是流通的意思 但是SBT是Non-Transfer的 所以它已经不通了 它只是一个证 剩下它是跟你灵魂绑定的 所以管它叫魂证就挺好 我就管它叫魂证 这个不错 OK 所以他们明确提出来 DSOC还有魂证这件事 所以现在更热了 魂证就是SBT 对吧 SBT 对我管SBT叫魂证 魂证 好 对 我确实看了一些这种去中华社交的项目 然后你会 就是你确实会有 会有一些困惑 对 我们做一个Web3的Discord 然后那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请问用户 为什么他妈要用Web3Discord 我Web2Discord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 我好得不得了了 为啥还要Web3Discord 我要做一个Web3Twitter Twitter人家自己都拥抱Web3了 还要你干嘛 我要做一个Web3TikTok OK OK 好 所以我们就来聊聊Web3的三条线索吧 是吧 还是 可以从这个话题作为入手 来讲讲Web3的三条线索 好 谢谢Kiki提醒 就是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我们就从这个话题来吧 就是做一个Web3Discord 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个人认为 Web3Discord 并没有在客户那一侧 创造新的用户体验 就对于传统的Web2用户来说 他照样还是在里头玩 很好 对 但还是Discord的 打眼一看还是Discord 就像原来有 有人想做Web3Twitter 然后像Monaco 或者类似这种项目 我做一个Web3Twitter 然后 当然也 包括Mira 我做一个Web3的medium 对用户来说 感觉体验是一样的 好的 我可以把我的消息 铸成NFT 我可以在我的profile里面 去陈列我的NFT 这个东西 有弹用呢 就没有弹用 十分弹疼 这个 所以 我当时 就能看的人缩小了一点 目前是这样子 对 我确实深深的感觉到 这件事情 对于Web2用户来说 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 第一个问题是 WhyWeb3 第二个问题是 WhyToken 我为什么要上Web3 我为什么要发代币 这件事情 似乎都没有给我带来什么 除了炒币之外 但你知道 一旦你炒币 你走上了Playtrain那条路 你就很容易变成 庞氏骗局 庞氏盘起飞容易 降落是很难的 降落是很难的 所以 我觉得 当时我的想法是说 感觉上 感觉上 Web3 应该去找这种 新的用户体验 就是 当然这也是因为 我们固有的一些 认知障 我们把我们自己 变成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去跟元宇宙结合 就是 上面是 类似于VRChat 这样的3D的互联网 给用户做新的体验 那么我们Web3 就做元宇宙中 圆的那个部分 我们让用户 用钱包来登录 就是Web3的Auth 这个严格来说 这也是DID DID Web3 Auth 这都是非常 大的一个 Web3的热门领域了 当然也都是大红海 就是DID 其实从19年 就开始有人做 这都是属于大红海了 我们当时确实认为说 市场已经把 这个世界上论证的 就是技术方案 已经论证的蛮清楚了 我们给元宇宙 做这个底座 我们给每个用户 分配一个DID 我们给每个用户 写一个合约钱包 然后我们在 元宇宙里面 做社交恢复 然后我们 我们把元宇宙里面的 每一个item 全都铸造成NFT 然后最终实现 所有元宇宙的 这种联合 那这个事情 我自己觉得 还蛮兴奋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跟 我们当时就加入了 国内的一个 国内的一个元宇宙项目 应该也可以说吧 这个元宇宙项目 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短暂的事情上线了 四周左右 然后冲到了免费 冲到了苹果APP 必死到免费榜的第一 我去查一下 现在你已经看不到它了 因为它下线了 它下线了 好吧 我刚刚听起来 DID有点像是 新的元宇宙的一个护照 我不晓得这用 Web2的框来框它 就你拿着你的这个护照 然后就在里头 所有东西 如果都是NFT的话 就咚咚咚咚咚咚 挤在你的护照里面 对是的 这个理解非常准确 really great 所以我们就讲一讲 我认为Web3的三条线索 就是今天我们谈到 Web3的时候 会比较 这个图景会比较模糊 这个图景会比较模糊 但我觉得Web3里面 差不多能拆出三条线来 就是这三条线索 交织在一起 这可能是我们期待的 一个Web3的世界 第一条线索就是用户资质 就是Self Sovereign 那么这条线索 对应的 对应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DID 现在有的时候也叫SSID 就是Self Sovereign ID 那当然包括这个SSID 发展到这个 微神提的这篇新的论文 当然Glennweil是第一作者 就是这篇新的论文 D-Sock 然后还有SBT 就是混证 那么从DID 那么从DID SSID 发展到SBT 但其实 但其实SBT 并不是一个新东西 它这种想法跟 就是你知道 其实 其实DID的本质是说 不依赖于第三方 证明你是你 就是我不依赖于政府 不依赖于Twitter 不依赖于任何一个 第三方机构 证明说 Kiki是Kiki 然后Sin是Sin 这件事 那它的底层的这个基础 实际上是数学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对公私要 那由于哈希算法的 抗碰撞的特性 那你的地址就是 我的地址和你的地址 一定不会一样 所以我们用地址来证明 你是你 我是我 所以这是DID的本意 就是不依赖于任何一个 第三方 然后来证明你是你 当然这件事情呢 就会有 就会就会有 就是听起来很棒 但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弹用 我自己因为创业这么多年嘛 就我我们 就是其实大陆的创业者 相对而言还会比较 wild一点 比较彪悍一点 现在创业者 他其实这个企图 还蛮重要 因为他相信他自己做的事 所以那种 那种要把它完成的企图心 其实 对没有野心就没有激情嘛 是 我们再回到这个 用户自治 self sovereign 回到self sovereign 这件事 证明你是你这件事情 我们这样想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回到 Kiki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非常好的比喻来 就是DID就像你的护照一样 那当你有一张护照的时候 马上第二个问题就冒了 就是谁会认你的护照呢 就角度来说 其实 当我们讨论身份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很小的模型 来去看身份 就首先身份呢 它是一个数字实体 就是你有你的DID 这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digital entity 然后它是一个数字实体 当然它背后会对应一个物理实体 你要想办法把你的私钥 存在某一个设备里面 不管是你的电脑 你的手机 或者是你的硬件钱包 或者是你的 哪怕是你用你做纸钱包 哪怕是你把私钥 抄在小条上 都会有一个物理实体 来帮助你管理你的 管理你的identity 管理你的身份 所以身份有一个物理实体 有一个数字实体 那么很重要的是 要验证这个物理实体 有权利使用这个数字实体 这就是authentic 然后再往后呢 其实你的身份向外的话呢 你的身份向外 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 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是你的身份上面挂着有属性 就是比如 比如Syn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以前做过天使投资 是个天使投资人 Android Investor 这些都是你身份上面挂着的属性 我们会通过属性来判断你这个人 就是你身上会有符号和标签 那么属性这件事 其实我们今天看SBT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属性这件事 就是他给你 他试图给你的 通过在你的钱包里面 放一个不可转账的代币 不可转账的魂证 然后来去标识你的这个属性 或者说是打一个NFT 来标识你的属性 这件事其实很早很早之前 W3C就有成熟的规范 也不是成熟吧 就是讨论中的规范 叫做VC 叫做Verified Credentials 就是这个Verified Credentials 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在你的DID里面 附加一个KV值 就是你把你的DID想象成是一张表 在表里面 或者说你把你的DID想象成是一个笔记本 那么他允许你在笔记本里写上说 SIN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然后写完之后呢 或者可能更直白 他可能这么写 就是很有可能是清华大学 写了一句话说 SIN是我们的学生 然后清华大学签名 然后紧接着SIN也签名确认 说我2012年到2017年在清华学习 那我们两个人都签完名之后 我就多了一条属性 这条属性是可以被读取的 那可能将来有一天 清华校友会办活动的时候 他一读 读到了你这条VC 证明你是清华校友 那你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个事情就跟现在 collab.land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用NFT作为ticket 用NFT作为会员卡 这条线索其实远远流长 从最早的VC到现在的SBT 都是干这事的 当然就是 如果你的身份上有属性 那么你的身份 肯定就有对应的权限 就是因为你在互联网上能够 你在互联网上能够证明你是你 那么你就能干你能干的事 所以从权限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去像我们刚才说的 用SBT或者用VC 然后来做会员卡的认证 比方说来做社群的认证 这都是可以的 就是身份还负有权限 当然最后身份还能持有资产 所以想一想 身份是这样一个模型 物理实体 数字实体 属性 权限和资产 其实我们以往在权限资产领域 都做得蛮好的 现在SBT就是想做属性这件事 但属性也不是一个新鲜事 就是最早 W3C很早很早就提了这个 就提了 Verified Credential这件事 就是在你的这个身份里面 写一个KV值 写一个KV值 所以OK 这是关于我们在 Web3的数字身份的这样一个 简单的模型的描述 简单的模型的描述 OK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 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平台 来证明你是你 其实这件事情说起来也特别容易理解 就是你知道这个 因为你是你 所以你可以持有你的资产 这很重要 然后你可以解放你的资产 其中一个资产就是数据 对吧 关于你个人的所有数据 对 所以用户自制是跟着这种数据自主来的 就是我们用比较浅显的方式 来给我们的 可能有些受众来解释一下这件事吧 嗯 就其实我们今天熟悉的Web2社会呢 它是一个奴隶社会 嗯 它的核心制度是奴隶制度 嗯 就比如说今天 我在微博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然后我发了条微博 我发了条微博 明天上午 就请问我这个账号是归我自己呢 还是归新浪呢 我的条微博是归我自己呢 还是归新浪呢 从著作权法来说 你写的所有东西都归你自己 但是对不起 你在用户协议中 已经把所有的你的账号 还有你的微博 全都授权给新浪 嗯 然后你会发现新浪想删你就删你 新浪想封你就封你 然后新浪想在你的信息楼里面插广告 它就随便插 因为用户协议规定了所有这些事情 这也适用在Facebook 适用在YouTube 适用在Twitter 对吧 它适用于所有的Web2平台 是 因为Web2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 嗯 什么叫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就是你没有人身自主权 嗯 然后奴隶主给你提供生存的条件 嗯 你你生产的所有东西都归奴隶主 嗯 在Web2也是这样 你没有自己的身份 啊 Web2平台给你提供了一个承载身份的空间 让你能生存下来 嗯 啊 你生产的所有东西都归Web2平台 它也提供好多人制造很多人设的机会 就实际上它不是它自己 它可以在不同平台 同一个平台创造Multiple人设 就个人设定 是吧 所以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啊 在在 其实在Web3你也能这么做 甚至于通过这种女巫攻击 你可以做得更好 对 你可以化身千万人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 过去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事情没有抵触 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你的账号当做你的另外一个化身来看 啊 OK 就就如果如果新浪微博就是OK suppose我现在有一个有有有一个推特账号 那么这个推特账号如果我认为它是我的化身的话 那么你删我的推特其实就跟砍我一只手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YouTuber是有这种的吧 像有YouTuber说今天我被封了为什么 然后去抗议等等 其实也有这些小 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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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看还没有人去系统的改变这件事吗 还没有人去系统的改变这件事 就是而且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其实Web2的平台 他们你可以看作他们的奴隶制度就是用生存权来换产出 我给你提供了云服务 啊 我给你提供了一个UGC的平台 你在这上面做生产 啊 你你并不觉得你自己在生产 你觉得你自己很快乐在输出 但其实那也是一种劳动 我管他叫Carol Carol Labor 叫做 叫做就是随意劳动 啊 实际上Web2平台是 啊 我们用一个名 我们用一个词嘛 就是实际上Web2平台是剥削了你所产生的数据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建立了他的竞争壁垒 嗯 为什么今天你离不开微博呢 虽然对 微博虐你千百遍 然后你带微博入初恋 你你你离不开微博 因为你的数据都在上面 那 你今天说 我把微博 我把我的微博都都导出 一条一条我都拷贝出来 我发到长毛巷上去 但是很难 你的社交关系也在微博上 嗯 你的积攒的数资产也在微博上 嗯 最后你离不开微博 嗯 微博对你的权利很大 你对微博几乎没有权利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Web3的第一条线索就是用户自制 就是啊 把你的身份还给你 然后把你的数据资产 就是最早 啊 Tim Burns Lee 啊 做的这个 在2018年 他就提了一个应用 叫Solid 嗯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盘 你的数据都放在你的网盘里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早就有人提了 嗯 所以这是Web3第一条线索 当然 谁管那个网盘呢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Filecoin 还有Arvin他们就是想做这件事 啊 我给你提供一个去中心化的存储 你把你的网盘存在 你把你的网盘存在我的去中心化存储里面 嗯 我的去中心化存储是 是公平的 是不能删除 是不会 是抗删除 抗封禁的 嗯 当然稍微苛刻的说 用户自制这个想法 确实很有趣 它打破了Web2平台的竞争壁垒 啊 那么给Web3的应用带来了很多很多新的机会 你做所有的事情 比方说你要做一个Web3的TikTok TikTok 比方说你叫TikTok 嗯 这个因为是decentralized嘛 对 现在新的事物前面加一个低 小低就可以了 对 对 但是 一个核心问题是 对 你是消解了它的竞争壁垒 但是你并没有创建新的竞争优势 你没有新的用户体验 Discord还是Discord Twitter还是Twitter 你没有办法回答那个问题 就是WhyWeb3 还有WhyToken 你给用户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呢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做这个 做Discord这个领域 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对 上一期九姑也讲过这个话题嘛 其实是 是 是 我们 前一段时间我去上海 我们俩聊的时候 就聊了这个话题 嗯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 其实 当然这个话题会稍微敏感一点 就是 就是anti-censorship 就是最重要的用户体验 嗯 然后大家纷纷表示说 你是想拿那边和平奖吗 我说不是 不是不是 我还要活呢 抗审查 他是说 说人话 这个叫抗审查 嗯 抗审查 就毕竟最开始 以太坊的愿景就是 我们是一台抗监管的全球计算机 嗯 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 但 如果你走上了抗监管的条路 那 嗯 我个人觉得风险还是蛮高的 风险还是蛮高的 嗯 哦 对 抗监管比抗审查听起来更 严厉的多了 对 监管这个字 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Tornado 嗯 难道他们都是洗钱的人吗 嗯 没有啊 有多人说没有啊 对 对啊 我2019年去 我 我2019年去这个 去柏林参加Web3的Summit 峰会 嗯 那当时见到了那个David Trump David Trump就是 最早这个加密数字货币 还有这个 这个 我也看到了很多混币的应用 嗯 就是无论是对于信息流的这种mix 嗯 还是对于代币的mix 就是 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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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就是 嗯 从某种角来说 混币就一定是为了洗钱吗 这是第一个话题 嗯 第二话题是 洗钱就一定是犯罪吗 嗯 第三个话题是 我们有没有洗钱的权利 嗯 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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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公权利 对于我们的监控这么严厉 那我们有没有 呃 逃避公权利 去隐藏我们的收入和现金流的权利 这是 这是很tricky的话题 这是很tricky的话题 对 我并没有说这些话题 一定 对 对 但是somehow 这就是trade off嘛 这是这是很tricky的话题 OK 刚才Kiki谈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观念 就是说 呃 那这个网盘归谁管呢 这就是web3第二条线索 就是所有decentralized infrastructure 所有decentralized基础设施 就是去中心化基础设施 嗯 呃 今年2月16号 多币资本 MultiCoin Capital 发了一篇博客 嗯 他认为说 未来会有四种分类账本 嗯 第一种是叫做资产账本 就是所有的所有的供链 嗯 第二类呢 他认为叫做存储账本 就是filecoin啊 rwave这些东西 嗯 第三类叫数据账本 就是他认为就是ceramic 当然也包括现在的Lens啊 Cyberconnect啊 这些呃 能够让你在呃 能够让你分布式的存储数据 和读取数据的应用 嗯 第四类他认为是应用账本 当然你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发这个博客 是因为他投了ceramic 他是他是给ceramic这个吹捧的 但角度来说 确实你可以认为存在这样的基础设施 就是攻链只是只是这种去中下基础设施之一 那攻链解决的只是你代币的问题 攻链解决的就是你如何发行加密货币 然后如何让加密货币流通的问题 那其实还有很多领域他们的问题不一样 比如说数据 就是呃 你看当我们处理攻链的时候 攻链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双花 你如何规避双花问题 那如果你处理数据账本的话 其实双花问题对你并不是核心问题 就是一条数据被读取两次 这很正常 然后一条数据被写两次 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 也不是不能接受 你不需要把全网变成一个大的分布数据库 然后不管谁写都加一个锁 没必要的 所以其实当你想做数据的基础设施 当你想做存储的基础设施 或者像swarm 你想做这个计算的基础设施 流量分发基础设施 或者像healing 你想做分布式的网络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 他们遵循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公平性 去中心化的核心是公平性 我们不依赖于银行记账 我们依赖于矿工记账 因为矿工跟我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矿工对于我们来说是公平 就是这种去中心化基础设施 这是非常重要一条线索 如果我们有了去中心化的比较公平的云计算 有了比较公平的存储 有了比较公平的账本 那么有了比较公平的这种数据接口 那可能就能解决 在很大程度上就能解决你那个困惑 说这个东西不是还要存到一个地方吗 那最后是不是aws控制了全球人类呢 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 而是分布式的一种基础是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过去那个科幻电影就是有一个那种 Dark Lord控制全地球的数据 就控制全人类就不会发生了 对吧 对我管这个方式 我管这个趋势叫做机械将神 叫机械将神 这个古罗马的戏剧里面 坏人很强 然后坏人打得好人满地找牙 然后眼瞅着这个好人就要被赶尽杀绝了 眼瞅着这戏就演没去了 就要变成悲剧了 这时候大家就摇动机关 从这个从舞台上降下一座神来 就是用最传统的威亚 把一个神降下来 然后神是全知全能的 神说好人是好的 坏人是坏的 然后把所有东西全都拨乱 反正好人应该得到好结果 坏人应该得到坏结果 啪结束了 就是其实我不知道Tiki 你看过仲夏夜之梦吗 莎士比亚的 有在奥斯特在今年七月的时候 在星光之下看了一个喜剧版的 如果你看过仲夏夜之梦 你就会记得在仲夏夜之梦结尾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恋爱关系都被搞得很乱 忽然这个先王出现了 然后先王施魔法 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拨回去了 这就是机械降神 其实web3就是一种机械降神 就是你看我们不信任银行 因为银行是被人控制的 我们不信任政府 因为政府是被人控制的 那他可能会偏袒某些人 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 穷帮穷富帮富官面帮财入 他可能对于我们 你包括华尔街也是一样 we are the 99% 我们是99% 但我们被剥削了 我们被损害了 所以那谁绝对公平呢 神是绝对公平的 那谁是神呢 我觉得不好意思有点哲学 你刚那么形象化 说降了一个神 那我就心里有问号 那个神是谁啊 对 在你看早期的 最早你看阿希莫夫写科幻小说的时候 他说将来我们人类所有的事情 都被一台大计算机来控制 这台计算机 Multiwack 就是很多晶体管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 计算机会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计算机与人的利益无关 计算机是绝对公平 今天我们做基础是这样 就是机械样神 我们用算法来去 我们写了一套算法 用算法来处理人与人间的关系 这套算法叫 这套算法落地的实体叫智能合约 叫smart contract 算法是基于规则运行的 算法是与人的利益无关的 就是算法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有钱没钱 也不能这么说 算法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有没有地位 有没有身份 它就是严格的按照 它既定的规则来执行 算法就是神 所以最后没有出现那种 一台巨大计算机管理全体人类 而是说我们写了一个算法 这台算法以分布式的形式 运行在所有人的计算机里面 你理解这是众生愿力汇聚成神 只要你相信以太坊 你在你的电脑上 跑了一个以太坊的节点 你是以太坊的信徒 只要以太坊还有一个信徒 以太坊就是不灭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想想看 以太坊就是神 宫殿就是神 是 我以前看科幻片 还有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这些假设都是有电的 如果没有电 这所有东西都shutdown 然后就整个地球就shutdown anyway 我是科幻迷 所以常常有这些 没有离头的想象 对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观点 就是卡尔什洛德 一个德国的宽作家 他写过一篇宽小说 讨论过说我们怎么创造一个web3的国家 然后一个虚拟社会 他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要有个自己的核电站 对就是你看 如果我们有核电站的话 我们就有了电 有了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 人造太阳能的灯光 然后来栽培蔬菜和粮食 然后我们有了蔬菜粮食 我们有了电 我们可以购买所有的资源 就是你会出现一个虚拟社会 或者一个独立于现有 这种经济实体的数字社会 他可以在 他可以在 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 默默的发展起来 就是这是卡尔什洛德的 他的中文版应该叫 叫换乘追凶记 好像是叫 是一篇整天小说 好 never mind 就是说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我们的三条线 回到这话题 就是其实 我为什么会选择 基纪将神这个说法 因为基纪将神这个说法 因为真的就很形象 就是他就跟 Cody's Law一样形象 其实我们就是要 其实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 相对于所有人 就是以前我们说 举头三持有神明 现在是举头三持有账本 它是按照规则来进行的 对啊 对啊 好 举头三持有账本 好 对啊 所以其实你看 我们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呢 大家做的事情就是 让神的能力更加强大 最开始神只能管钱 而且计算能力很慢 这个对吧 你知道就是六分钟才能 才能算一笔账 现在我们让神的能力更加强大 沿着这个方向去 就是 一个是攻链的扩容嘛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layer two 然后 所有这些layer two的东西 包括roll up 包括这个pasma 包括分片 等等的 包括 包括这个 闪电网络 最早的sharing 然后包括跨链 实际上就是 就是 包括这个 Polka.com提出来的这种 双层链的结构 Cosmos提出来的Harvard 大家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链的处理能力 那包括现在最新的Aptus 然后C 我老管的叫C I'm sorry 我诅咒他最强 SU SUI 包括现在Aptus SU他们做模块化公链 这其实都是为了 都是为了去强化这种公链的 这种强化公链的处理能力 那包括你看我们做这个分布存储 大家都在考虑说 包括分布存储 以及放在分布存储之上的这种分布式的数据库 实际上是分布式的 关系型或者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那就是我们熟悉的Lens Lens Protocol 然后Cyber Connect 然后Ceramic 就是这样 你比方说Ceramic就很典型 你可以理解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JSON 都有一个书接口 在里面写了你的属性 所以你会看到Ceramic也是在VC那条线索上来发力的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索 就是让神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确实机械匠神也有他固有的问题 就是因为去中心化并不是 就是还是那个问题 中心化系统中心作弊 去中心化系统人人作弊 当然这是固有的问题 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刚一直想问说如果矿工为恶的话 怎么防范 我想不要带得太远 就是你现在变人人作弊 就是在这一块 谢谢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 原来霍布斯在列维坛里就说过 说无政府主义社会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今天也是一样 对 你一个人记账这人作弊 然后你换到矿工 矿工也是作弊 就是所有矿工都会作弊 MEV就是这么来的嘛 Flashboard就是这么出来的嘛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就是包括严格来说 所谓的Cybil attack 所谓的科学家撸羊毛 这都是作弊的行为 是啊 在去中心化的设施里面 大家其实一个最基本的思路 是用算法来抵抗作弊 这个思路从比特币的时代就有了 就是比特币就是 我用推高作弊成本这样一个东西 来去防范作弊 就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工链没有执法权 我没有权利说Kiki现在作弊了 我们要把Kiki从 我们要把Kiki杀掉 要让Kiki永远不能访问我们工链 工链没有办法做那件事 谁有办法可以做这个事 角度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对你当时换个地址不就完了吗 对你换个地址不就完了吗 就是而且这件事情我认为是 这件事情代表了公权力 我们当初做去中心化 不就是因为对公权力有畏惧吗 你自己又搞了一个公权力 这跟你推翻皇帝做皇帝 有他妈什么区别 新的统治者之不同的组合 或者是身份呢 对就是其实去中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没有人可以凌驾于其他人 就是规则可以 我们大家都依靠规则来协作 那么在这个领域的话呢 一个最基本的想法是 我们依靠算法来防范作弊 就是通过这种 这个方向在经济学中叫做 Machainment Design 叫做机制设计 机制设计 准确的来说 机制设计是博弈论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然后在区块链中还有一个细分领域 叫Algorithm Game Theory 叫算法博弈论 就是我设计一个算法 在这个算法下 能够主动的去引导大家来说真话 做好事 这就是区块链做的事情 这就是公链的公链的这种 它的这种算法设计 还有这种Token Design所做的事情 所以当然你知道就是这里面 这也是一个数学问题 就是在博弈论中被称之为不完全博弈 就是你设计算法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 就一定会有人来把你这个算法攻破 然后黑掉你 没关系 那你再进一步升级迭代你的算法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对 所以其实还蛮好的 它就是这样 就是自由竞争嘛 优胜劣汰 所以你会你在这一波这种 DeFi的金融危机里面 你会发现 DeFi呢 叮当一声它死了 你也知道它是怎么死的 它没死 你也知道它怎么没死 然后反而是CFi 就像三件资本 或者Sales这样的东西 它死之前你都不知道它要死 它忽然死了 然后坑死了一大堆投资人 大家哭蝶喊念 所以其实反而是CFi这种巨大的黑洞 现在越来越 我越来越觉得CFi是个大黑洞 嗯 就是 对 就是我们 这个事情实在是 实在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我越来越觉得 CFi确实效率很高 然后拒绝资金量很多 这都是他们的优势 但他们的风险真的很大 尤其是 当初我认为说 这一波DeFi一定会有一波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时候 一定会死几个DeFi大营用 谁也没想到 DeFi没死 CFi先死了 这就是市场对于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和教育 哇 你就希望CFi的这些Lore都是良善 初心这样 怎么可能呢 对吧 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性做斗争 好 我们的第三条线索呢 Web3的第三条线索 OK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说 你的token设计其实就是为了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 你的token设计其实就是为了去激励你的这个 激励你的参与者 就是为了让人们说真话 做好事 嗯 那所以其实Web3 有一条线索是离不开的 就是所谓的通证经济 Tokenomics 或者叫做Token Economy 就是我们非常简练 非常通俗的说这事吧 就是你想一想 这就像呃 其实所谓的供链 它是一个public service 它是一种公共服务 在我们传统的外卖的世界里面呢 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提供的 然后政府印钞来去贴补公共服务 就像我们的自来水呀 我们的天然气呀 我们的基础建设 就是道路交通 包括我们的通信网络 包括我们的这个 就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都是 包括教育医疗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政府投资来建设的 嗯 然后政府印钞 通过自己的财政支出 然后来贴补这些 贴补这些产行业 那其实今天的问题也是一样 供链也是一种public service 那么供链呢 它能收税 它能收gas fee 但是这个gas fee是给矿工的 不是给他的 嗯 那你因为 它也没有一个实体来收税 供链是 就是算法自身 呃 算法自身 这个没有实体来收税嘛 当然智能合约是能收税的 但是最早比特币是收不了税的 嗯 那怎么办呢 它就走了这样一条路 就是我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 然后来贴补这个公共服务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 嗯 就跟政府去印钞来贴补公用实业一样 嗯 啊 所以 你知道就是 我们谈decentralize 谈用户资质 谈得这么热闹 嗯 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说 早在区块链出现之前 我们就有无数个区中下应用 我们有无数个区中下应用 比如说最基本的区中下应用 可能我觉得很多人都想不到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 email 啊 电子邮件是一个标准的区中下应用 只要你遵循这个电子邮件的协议 然后你自己搭个邮件服务器 你就可以收发邮件 你就可以收发邮件 当然有的时候 对 也会存在着 你去 你去造假的问题 你用 你用PGP 用 你是可以用这个 这种PKI 就是用公钥给自己邮件签名的 最基本的 就是整个互联网 它就是一个 去中下应用 最基本的就是电子邮件 再比方说 今天有很多人说 我想做web3 discord 或者twitter 或者tiktok 其实 长毛巷 它就是最基本的 去中下的媒体 它已经运行了很久很久了 你再比方说 早年那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 就是其实在圈子里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P2P的讯息服务 叫做skato batch skato batch 它的创始人很有名 因为 这是一个很彻底的 无政府主义者 澳大利亚 它在 生活在澳大利亚 然后它买了一艘船 常年住在公海上 就是我不服从澳大利亚政府的管辖 我住在我自己的船上 哇 居然有这样的澳洲邻居 我原来住在西尼 所以这个怎么拼啊 点对点 s skato batch 是什么 s c u t t l e b t t skato batch 然后再比方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用的 点对点的数据传输服 bit torrent 就是bt 还有包括最早的kaza bt 后来他们引发出来的 e donkey 电驴 还有email电罗 就是他们通通都是曲中文化的 就是今天你谈曲中文化应用 这东西一点都不新鲜 就是所谓的decentralizedIP 他们的历史已经有几十年了 为什么过去大家不关心他呢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挣钱 是的 他们没有办法变现 就teambersley创造了web这个协议 就是角度来说 其实网页也是一个标准的曲中文化应用 你遵循他的协议 自己搭一个网站 你就可以开始玩了 teambersley从来没有朝你收过一分钱 他们没有变现 是因为他们是开源的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去copy他们 都可以去fork他们 都可以去改变他们 他们是开源的 所以他们发展很快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变现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收税 直到比特币的出现 说既然不能收税 我就印钞吧 所以他创造了这种 通过印钞 来驱动这种开源的去中文化应用 来能够商业上可持续的经营的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就其实这是web3的最核心的商业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有很多web3应用 比如说openc 比如说uniswap 他们其实都不是 严格来说都不是web3应用 他们是web2应用 他们在web3的生态里面 做了一个很传统的事情 那么你商店 我做了一个商店 然后收取上架费用openc 是 我做了一个交易所 用算法来做交易 这很棒 我没有说他们不棒 他们非常非常棒 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走web3的商业模式条路 稍微收少一点的手续费了 从这个目前他们 对的 我收一个公平的手续费 然后用户也能接受 给用户提供体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并没有说他们不好 只是说他们并不是严格的web3的商业模式 就是严格的通过代币发行 然后来去目击资源 来去驱动我的这个运行 所以其实你像 我自己还原来 韦他那个写过一篇博客 关于这个比特币最大主义 也有很多人是比特币最大主义者 我确实还蛮理解的 因为比特币就是 就你看从当初我觉得 这东西没什么新鲜的 到现在我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真的 它是一个很精巧的 把商业模式 把技术融合在一起 然后创造了web3的商业模式的一个 最早的先例 就他真的很棒 我个人认为 我非常能够理解 尽管我不认为 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 比特币最大主义者 所以这是web3第三条线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 你要想一想 我到底是走web2的模式 我去收税 我还是走web3的模式 我去发币 这两种方式都很难 都很难 而且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 如果你跟前代的web2应用 比方说你跟Facebook 跟那些残酷的剥削 每一个用户的人相比 你的LTV 你的long term value 比他们要低 这就意味着 有很多 有很多投资人 现在都还不投web3吗 因为 或者有些人是为了炒币 投web3吗 但长线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whyweb3 whytoken 你如何处理你的LTV 更低的问题 你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东西 你不像以前的东西 剥削那么狠 逻辑上来说 你当然可以无往而不胜 但是当你的竞争对手 跟你打价格战的时候 你怎么应对 我们一定有很多 是要创业 像你刚刚的 第二个创业的那些创业者 然后也有大学生 都是年轻人 希望能够进到这个 我们刚才说 为什么要web3的 这个web3的世界里头 他们如果学习的话 怎么学习 他们如果要 最近有个名词叫出海 有肉身 有这个线上出海等等 不晓得你有没有更细节的一些建议 然后如果他们要开始做什么事情 他们可以做什么 我知道这很宽泛 OK OK 从您的角度 其实因为我自己之前做过在线教育 我的第一个建议 如果是给这个 如果是给现在的创业者 或者就是 如果我假定我的 来听我们闲扯淡 来听我们聊天的这个 这个受众中有很大一部分 可能不是那么fancy的 我就生活在 对我就是MIT的 或者我就是斯坦福的毕业生 然后我就 我就生活在帕罗阿尔托 然后我就 我就我就 我就生活在旧金山 然后 我我身边一抓一大把 全都是web3 投资人和创业者 如果是我 我假定我们的受众 有很多人 他们或许是 在大陆的 或者在台湾的 或者是在这个 在全世界各地的 然后讲华语的 第一个建议 其实蛮古老的 就是鲁迅先生说过 就是少读中国人写的数 多读一些 由于中文固有的 固有的短板 中文在精确的描述问题上来说 当然我们知道 最精确的语言是数学 其次呢 其实编程语言也蛮精确的 再然后才是自然语言 在自然语言中 这个 由于我们 中国的学风不是特别好 这个 就是会导致于很多 很多中文媒体 都是倒江湖的骗子 这个你知道教育 就是一个骗子行业 所以 对对 就是教育就是一个骗子行业 就是号称 就是就是 号称能够教书育人 但实际上 实际上 号称能够改变人 但实际上很难 然后号称能够教会你东西 也也很难 如果没有学生的自己的努力 教育行业是很难的 就是 角度来说 第一点 还是建议大家 尽可能的 多读英文媒体 然后有选择性的读 优质的中文媒体 那比方说CSS 谢谢 对 尤其是等级 对实在是这个 有很多这个中文的 书籍 或者说 或者说课程 他们的 他们的质量都 不太行 然后对你产生的误导 会大于这个 会大于教义 而且说实话 就是 我觉得在这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个严谨的知学态度 所谓严谨的知学态度 其实 我们 处理任何一件事情 把它还原到本质 然后 就算你不能还原到 Y等于FX这样 至少你应该列出 有哪些 有哪些次变量 有哪些音变量 有哪些元素 它们之间的动力机制是怎么样的 就这种 对于element 对于dynamic 这种 这种事情的 你应该有这样一个sense 就是说 你要把一切的问题 都还原到本质 尽可能的做减法 然后去了解清楚一件事情 然后去建模 去看他们是怎么运动的 在这个领域来说 对 了解到本质 减法 对 是的 这是一个智学上的建议 如果你 因为 web story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东西 新知识不断的出来 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 智学的这种方法的话呢 你就会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所左右 然后你就会 很难产生自己的判断 而我们这一辈子 其实是判断最重要 你做的一切的事情 其实都取决于你有没有准确的判断 我们最近在做企业战略 发觉选择比努力还重要 类似 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这样的 对 以前我经常跟我的投资人说 说 跟我的 跟我的那个 企业主学员说 我说 颁风来的时候 猪都会飞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也应该想到 潮水退的时候 龙也在死 然后这是第一个建议 关于智学 关于对于趋势的判断 对于信息的收集 对于 多看中文媒体 多看英文媒体 少看中国人写的书 然后第二点就是 出海 这个事情其实也蛮 蛮tricky的 就是可能 至少我知道很多 很多人会不认同 大家会觉得 我在国内做web3 也能做得很好 然后 当然你知道 我们中国人嘛 我们 我们讲汉语 我们有一个中国的胃 然后我们 你浸泡在中国文化中 现在把你从这个文化中抽出来 你就像离了水的鱼一样 非常非常难受 你想一下一个中国人 就是 其实我们中国人命还蛮苦的 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要背景理想 跑到美国去创业 对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美国上高中 在美国上本科 然后 自己能够熟练 像美国人一样 这个 对 去表达 然后去沟通 能够渗入那个文化的 但 我觉得还是要出海 还是要出海的原因是 毕竟前沿的东西都在那边 前沿的东西都在那边 而且坦率的说 这还是跟发币有关 还是跟发币有关 就像我说的 web3的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用户自制 第二条线索是机械匠神 第三条线索是通证经济 这三条线索里面 至少有两条线索 非常非常的危险 用户自制的反面 就是抗监管 那通证经济的反面 就是发币 那虚拟货币 在我们国家 现在是被严令禁止了 我就不用援引更多的条例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认为是 你承担的风险过高 我觉得还是要坚决的出海 如果在读书阶段就出海 当然是更好 你在那边可以自由的 可以更open的 更大胆的 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非常理解出海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成本非常高昂的事情 所以你要仔细的想一下 这件事情 虚拟出海不是不可以 但在适当的时机 我觉得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因为你的包袱很轻 你还是应该努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出海也有很多选择 你不一定非要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工签 二十万两年 然后房租非常贵 你在那边承担了过高的成本 你为什么不能做 Digital Nomad 你可以去清迈 你去 泰国的留学签证 差不多六千块钱一年 你去 对你去泰国报个学校 你说你是学泰语的 然后其实每个礼拜 只上两个小时的课 其他时间你都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一年结束了 你说泰语没学会 然后又学一年泰语 第三年你说泰语学会了 我想学泰语继续 你这有教过有做过线上教育哈 产业的延展的很多 就是Digital Nomad 是一种 access strategy 是一种退出战略啊 这很重要 退出战略什么意思 嗯 呃就像桃花园祭一样 当你对这里觉得不爽的时候 你可以逃走 哈哈哈哈 好的 to enter your exit 对对 但是当然你的英文 还是需要OK的 哈哈哈哈 好的 然后呢 如果要做什么事情 可以从哪一些action开始 刚才提了一个非常棒的点 就是 呃虚拟出海 就是呃做这种道啊 或者说 角度来说 我认为是这样的 呃 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 如果你是一个coder 那其实有数不尽的事情 等着你去做 你就去研究别人的项目 然后fork别人的项目 然后做项目就好了 嗯 如果你是一个运营 如果你是一个这种social linker 那你就去做社群就好了 嗯 而且我觉得做这种知识型的社群 就非常非常棒 嗯 你就去去做各种各样能够做的事情 你只有在做事情的过程中 才能真正的学会这件事 才能真正的学会件事 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想创业的话 要尽早创业 因为我创业是比较晚的 我是先把家里人都安顿好了 然后看看这个都衣食无忧了 我才出来创业的 这个如果想创业的话 要尽早开始创业 尽早开始做自己的项目 然后尽早的从商人角度开始想问题 然后尽早的开始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对 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蛮tricky的事情 嗯 就是如果你 当然你的最优选择 这个事情别人也问过我 所以我想我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嗯 就是你的最优选择 当然是说 如果你能进到coinbase 如果你能进到 进到这种一线的这种 呃web3的这种项目 当然是最好的 嗯 当然也会有 也会有一个很明显选择 就是说如果我能自己 如果我能进字节 要不要进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了 就是呃 我们要坦率的说 在未来五年 在中国做互联网 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路只会越来越狭窄 呃 但是这还是取决于你个人的成长和行业的方向 就是也许行业在下行 或者行业进入来一个稳态 但是你能够 如果你能够增长你的技能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依然是OK的 对于呃 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第一点 最重要的事情 首先是增长认知 其次是增长技能 嗯 那认知这件事 你做web3的事 完全也可以通过斜杠来解决 嗯 如果你自己经历OK的话 嗯 那技能这件事呢 你在一家大厂里面去看一看这种 大项目是怎么做事的 对个人来说还是很有帮助 是的 大概就是这些吧 嗯 是 太棒了 啊 谢谢KT 啊 我觉得分享精神也是web3的很重要精神之一 啊 是的 是的 然后真的很无私的分享 特别感谢 因为是没有目标的瞎扯蛋嘛 哈哈 好啊 一块的瞎扯蛋 然后很有料的瞎扯蛋 嗯 好 各位听众 拜拜 好 谢谢 嗯 拜拜 感谢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我就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帮助 照顾